音樂 接下來這個單元我們要介紹雲端製造 當然雲端製造整個說起來它不是在雲端裡面製造 它是談怎麼利用雲端的技術來協助我們製造 它的功能也不只在說協助我們機器設備在利用雲端 其實也包含整個雲端方面的應用 所以在這個單元裡面我們會談幾個主要的內容 一個就是雲端計算它的基本的平台基礎 另外我們會稍微談一下雲端計算它的應用 其實主要就是了解雲端計算它的優勢 不管是在工業4.0的環境裡面還是在一般的應用上面 它的優缺點究竟是什麼 當然在工業4.0裡面它其實有蠻重要的意涵在裡面 雲端之外最近有一個發展就是所謂的雲計算 雲是在天上雲是在我們中間 想必大家可以猜測雲大概就是指在我們周圍的計算 我們到時候再仔細的介紹 除了機器設備之外另外就是機器人 機器人在這個環境裡面其實牽涉到這個機器人 它的跟人的協同合作 那這個協同合作其實也是在透過很多雲端的功能來做 所以我們會談協同機器人跟雲端機器人 最後我們可以看一個簡單的雲端製造的應用 基本上就是把很多信息放在雲端 透過雲端怎麼樣提供更好的結合跟服務 讓整個生產的過程做得更順暢 所以我們從基本的雲端計算開始介紹 當然雲端計算其實有蠻多的人都給它定義 我想我們就從上面一個是美國的NIST 它說雲端計算是一個模型 它促成了分享跟可調配的匯集資源 比如說我們網路把它匯集起來 我們的server把它匯集起來 我們的storage把它匯集起來 我們很多application程式把它匯集起來 讓服務匯集起來 然後從這個匯集的地方 再提供釋出給不同的使用者使用 那這使用者是依照他們的需求從網路取得 所以這是在早期其實也有類似 叫做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這樣的概念 那現在其實相較以前 它當然整個環境更成熟了 或者wikipedia它也有它的定義 它是指說它是on-demand的計算 我需要的時候我再request 那我不需要有硬體 我甚至不需要有軟體 我甚至不需要有storage 各種設施 我只要依照的需要來取得的資源使用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雲當然想像它就是在somewhere 那但是這個雲它其實也有不同的 依照不同的產業應用的需求 它也有不同的模式 當然IBM、Salesforce 他們也對雲計算或雲端計算有定義 我想我們就留在這邊給各位參考 雲端計算它其實有一些基本的特性 第一個它是on-demand self-service 你需要的時候你再request 不需要的時候它跟你無關 根本不需要擁有它 那它是self-service 就是你很容易的就取得這個service 不要經過申請的程序 排時間來做這些事情 現在變成一個很順暢的活動 那你可以用多樣的網路取用方式 你可以用電腦取用 但是你可以用手機 甚至到很複雜的工作站 你都可以取用 那當然是透過一些標準的機制 透過網路來取用 那它是一個資源分享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整套的ICT的設備 但是有時候有用 有時候沒有用 但是假如我們可以把它破在一起的時候 就變成我們可以用比較少的量 就可以滿足眾多用戶的需求 所以它有一個資源共享的優勢在裡面 當然它的概念其實就是 我們所需要的資源它可以動態的取得 動態的我們把它cancel掉 根據我們的需要來使用這些資源 那它的整個改變呢 其實它都是非常快速彈性的 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似乎有無限的資源 我們用多少的時候用多少 不用的時候我們沒有 似乎有一個龐大的這個資源在背後 所以對我們來講 這是一個很容易的 很容易使用的概念跟平台 最主要的是很多 以往很多的服務呢 我們買一個軟體 我們就必須要用這個軟體 買一首歌我們就要用這個歌 但是我們可能一個歌 聽了一段時間就沒聽了 買了一個軟體或硬體 用了一段時間就不用了 反過來現在透過雲端所提供的服務 它是一個可量測的服務 也就是我用多少付多少 就跟我們用水、用電 它的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變成是一個 也是現在在整個數位服務當中 一個很popular的方式 主要的雲端計算服務呢 它其實有不同的方式來分類 有一種呢 就是根據叫做什麼 Software as a Service 這個大家大概也時常聽到的 一種基本的方式叫做 Software as a Service 軟體及服務 我不需要有任何軟體 我需要用什麼軟體的時候 我就可以取得這個軟體的功能來執行 那我呢 在用這個軟體的時候 我也不需要把這個軟體 download下來 軟體可以在遠端 可以在遠端的電腦上執行 我只要去執行 就可以取得這些功能 另外一個叫做 platform as a Service 平台就是服務 它主要是支援我們要開發一些 網路或雲端應用的服務 也就是我們希望開發一個系統 開發這個系統呢 我們必須要有很多很多中間的服務 才讓我們的系統得以完整 那有這樣的平台呢 它就讓我們在上面開發 開發完了之後 我們可能只focus 有一些我們比較專精 有用的功能 其他部分呢 都有這個平台他們協助 讓我們可以完成這個整個 生命周期服務的系統 這個是platform as a Service 另外就是叫做 Infostructure as a Service 它是針對比較是Infostructure 包括網路是一個Infostructure Service是一個Infostructure的Device Storage是一個Infostructure 那這些的使用呢 也可以很彈性 我們在遠端 完全不知道的地方 它有一個儲存空間 所以說我們需要資料量的增加 我們慢慢增加這個Storage 或者說我存進去了 你就charge我錢 我用了網路平框 就charge我錢 我用了Server 就charge我錢 是一種暗次計費 水費、電費的概念 那這樣也可以避免 我們這個Infostructure的investment 所以外面有一些公司 大家比較熟悉的 Software as a Platform 比如說Google Docs Microsoft Office 365 那這個Platform as a Service 也有像Google Apps Engine Infostructure as a Platform 就是比如說Amazon的 或者Azure這樣的 service 就是Amazon的Zure Amazon的EC2 這樣的Service 主要就是讓這個使用者 他需要儲存資料 或者hosting一個Service的時候 他有一個地方可以做 我不需要自己來run硬體 run data center run這個整個服務的Infostructure 所以在這裡面其實它都有它的好處 Software as a Service 它基本上有很多好處 它的程序其實非常簡單 剛才有提到 它很容易就可以讓你使用 那你在不使用的時候 其實你就很容易的 就取消這個服務 那它其實我不需要裝置這個軟體 我不需要更新這個軟體 那我也不需要維護這個軟體 所以對於使用者來講 其實它要使用的時候 就有最up-to-date的軟體可以使用 是一個它的優勢 那platform as a Service 我想也很清楚 當我要deploy一個系統的時候 或者我要migrate這個系統的時候 其實我只需要在現存的這個platform裡面 開發我現有的核心的功能 它就可以在上面很快的就執行 那Infostructure as a Service 最主要的就是整個固定成本的投資跟彈性 所以它的服務模型其實 從這三個角度來看都很有價值 那從它的種類呢 大家也可以知道 有些公司它要自己的 雲端的服務 我們叫私有雲 那有些不同的公司 因為某種原因 它必須要整合在一起 它會形成一個cloud 一個cloud 我們叫做社群cloud 那這個社群cloud 社群cloud 社群雲呢 它呢 基本上呢 它是有時候是 通常是經由第三方 或者是 或者是經營這個cloud的組織 它來經營 或者是一些綜合 那這個cloud 實體的cloud的位置呢 有可能是在那個經營方 有可能是在遠方 那公有的cloud 大家可以想像 它就是 我就是這個cloud 我們有很多限制 很多人都可以來使用 那讓這個cloud的公司 基本上所有的設施 是跟這個 讓這個cloud的公司在一起 當然有一種hybrid cloud 就是混合 還是一樣 有時候因為不同的原因 我們必須要把這些 公有跟私有 或者是社群跟公有 或者社群跟私有 兩種以上的這種cloud 把它合在一起 那這種cloud呢 可能因為很簡單的原因 可能因為 還是一樣 我用了 為了low balance的關係 我把它們混在一起 然後讓這個資源 可以讓不同的cloud 它可以分享使用 再進一步的提升它的 它的utilization 所以有不同的服務模式 根據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需求 包括安全的需求 它有不同的類型 那這些不同的cloud 從一端到另外一端 從完全開放到私有 或者私有混合 它其實有不同的公司 上面大家看到不同的公司 下面主要是看到就是 其實不同的cloud 它有一些重要的 implication 比如說很重要的是 在一個叫做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就是SLA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根據我們使用的需要 我們可能要求的非常高 所以service level 必須要保證 不能斷線 這個回應時間等等 這些我們都要規定 那假如是在開放的 就是像公有雲的 其實通常沒有這種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就是反正斷了就斷了 像那個老實講 像很多現在的雲端的儲存 它斷了就斷了 我們只能說過一段時間 再把它接上去 到時候沒有這種懲罰 但是有一些有關鍵應用的 它就不容許斷 所以從一端到另外一端 還有各種不同的要求 從service level agreement 到contract contract的內容 有的要簽長期contract 有的簽短期 transaction contract 有的根本就沒有contract 另外就是譬如說 security level 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有的是非常explicit的security 有的是 它其實只有simple的 你有password進來 記得換password 另外就是有的是有 非常strong的governance治理 這個有的在上面 它就是其實就是讓你放 它沒有任何什麼管理的機制 所以基本上這些都有它的不同的類別 所以有不同的 可以滿足不同的需求 所以大家可以看 開放的社群 有一種叫約束開放 有一種叫契約式的開放 公有跟私有的混合 或者私有混合性 從一邊到另外一邊 它的要求剛好是 從最強到最不強 所以簡單的先介紹這個 雲端的基本的分類 讓大家稍微了解雲端 我們接下來還會再介紹一些 其他雲端比較 它的優缺點跟比較 跟一些架構上的概念